Hello Lukas 这一次我打算假装跟陌生人打电话 我现在设定好了一个闹钟 然后这个闹钟的铃声和我的那个电话的铃声是一样的 然后等他响的时候我就到房间里来接电话 到时候看一下keyboard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LUKAS AND KEYBO 喂 LUKAS AND KEYBO LUKAS AND KEYBO 哦 我在家了 啊 没空哦 但是我觉得 可以抽点时间 我想一下哦 他不在的时候吗 哦 哎 没事 没事 我觉得 我觉得 你过来干嘛 买个东西 可以吧 应该 嗯 我不知道 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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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哎呀 行吗 行吗 那就 那就周五嘛 ok ok 哎呀 这么无语 好 刚才他朋友就找我嘛 他最近和他男朋友发生点事儿 他又跟我说 他男朋友最近怪怪的 就是他经常接到电话 但是你说接电话 我觉得很正乱的事情 然后他接到电话 他又跑到房间里面去 跑到房间里面去接电话 然后还把门关着 又不是啥个朋友打电话 为什么一定要进房间还要关门呢 进房间算了吗 还要关门 我就跟他说肯定有问题 就是你进房间 你不顺手都会关门关 回家就回房间睡觉啊什么的 都顺手就关门 那是睡觉了嘛 要打电话关门干啥 跟朋友打电话 要背着他女朋友 你不觉得很怪吗 一问他他就说 朋友打电话 和朋友聊天 那可能是有点问题 是吧 嗯 我也觉得 所以我就跟他说肯定有问题 嗯 就是 无语 赶紧再跟他说一下 我说了 我就说肯定有问题 我就跟他下次听一下 我再偷听一下 他们在说啥 因为他那个房间 他比较隔音 他也听不到啥 偷听不好啊 那如果他男朋友有问题呢 我只是说偷听不好 有问题那肯定更不好 对啊 你不能去建议人家偷听啊 让他问他呗 让他直接问呗 万一是误会呢 我觉得很奇怪你 有什么 这样误会 那朋友打电话 你递房间挂门看啥 所以就让他问他呢 他问了呀 他说他问了 他说他和朋友聊天 不然 我就跟你说一下 你觉不觉这个有问题吗 可能会有问题吧 但你说的都绝对吧 凡事不绝对吧 得问他才行吧 你总不能让他偷听吧 不好 你刚才和谁在打电话呢 我 啊 朋友啊 怎么 我真跟朋友打电话 你干嘛 你别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好不好 没关系 干嘛 那你为啥就把电关门了 顺手的事啊 我就 每次睡觉的时候 我也会顺手关门 怎么了 你生气了 我打个电话而已 真的是朋友 怎么了 怎么了 干嘛 那你这个样子干嘛 那你和 那你再不能 男的打什么 男的 怎么了 你在那说什么 晚上 啥 你周五不少出去玩嘛 我就说 可以跟他出去玩一样 哪个朋友啊 我见过吗 我没见过 我没见过 嗯 这么多年了 我死都没见过 那你们早就认识了 就之前 我之前不是学过画画吧 学画画的认识 你干嘛 这么小气啊 你这就是生气了 嗯 你别光 你不是要出去玩吗 嗯 那我也找男人出去玩 你叫谁啊 你不认识 你没见过 谁啊 这么多年你也没见过 我也没把他介绍的 没认识 到底有没有 他凭什么你能有 我就不能有 没有 听出来 谁是没说我没有 我有 谁啊 你都又不认识 我不认识了 这么多年 面都没见过 还没听你说过的朋友 那我也有啊 你为什么老说是 我有你就有呢 你到底认不认识啊 我认识啊 我认识啊 网友 你先跟我说是谁 说的你也不认识 什么时候的事 见过没 没见过啊 没见过啊 哦见过啊 到底真没见过啊 见过啊 我说我 我只是说快了 好了好了 编编了 我没编 没有 本来就有 我给你看 那你给我看 你给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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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给我看 我太多了 你没背出 从脚来到马 你在 你在嫉妒我吗 我想要嫉妒你啊 我想要你嫉妒 啊 你出去玩 我也出去 吃醋啊 谁给你吃醋啊 哈哈 那你到底在喝水板 通话呢 我在和我自己打电话 你放心 我听到水银马 我听 你管听了吗 没有 真的听 真的听到有人在说 我还在电话里面 你自己看 连通话记录都没得 刚才 这么 唉 这么没安全感啊 这么不相信我啊 这么爱吃醋啊 嗯 嗯 嗯 来 不 和大家说哈喽 哈喽 啥呀 没有啊 那儿啊 仔细看 嗯 嗯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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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醋猪 醋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sponsor Thank you